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大蒜是烹调美味佳肴过程中最常用的调味品之一 大蒜的营养价值很高,适量吃一些对人体健康很有益处 大蒜中所含有的锡元素含有良好的抑制肿瘤和抗癌的作用 还含有几具杀菌力的大蒜素,并且具有降血脂的功效 大蒜虽然健康,但是吃错大蒜对人体反而有害处 而且有些大蒜的营养价值会比较低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希望大家下次不要再买错了哦 一,不要买颜色过于雪白的大蒜 之前网上有报道指出,有些不良商家会使用化学物质喷洒大蒜 以阻止其在架上萌芽 甚至还会利用绿漂白大蒜,以让大蒜看起来更雪白美味 甚至使用了绣角丸来进行杀虫 绣角丸是一种非常有毒的农药化学品 接触高剂量的绣角丸,可损害呼吸道和中区神经系统 建议大家不要购买颜色过于雪白的大蒜 因为这种大蒜可能是打过药的 最好选择乳白色的大蒜 或颜色有点紫色的大蒜更加安全哦 二,裂口的大蒜不要买 很多人都认为剥大蒜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有的人为了贪方便 就会选择买回这些裂口的大蒜 虽然这种裂口的大蒜会比较容易剥开 而且看起来和其他的大蒜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已经开了口的大蒜,保质期时间不长 而且还很容易被氧化 容易和空气中的一些物质发生反应 从而发生变质或者发霉的现象 影响到大蒜的品质还有营养物质 所以在挑选大蒜的时候 一些裂口的大蒜也尽量不要挑选 三,太软的大蒜也不要买 新鲜的大蒜用手按压一下 都非常的饱满硬食 这样的大蒜通常里面没有发霉,很新鲜 如果有的蒜瓣很软 有空洞 则证明这蒜瓣可能发霉了或者坏了 不宜选购 这种发软的大蒜大多是缺水浮烂了的 甚至有些可能里面已经发霉了 这种发霉变质的大蒜买回家吃了对身体有害 所以大家在买大蒜的时候 一定要按压一下大蒜的硬度 太软凹下去的大蒜 大家一定不要购买哦 四,看大蒜的品种 大蒜分为纸皮蒜和白皮蒜 纸皮蒜辣味浓郁 白皮的大蒜的辣味者比较淡 而且紫皮的大蒜的杀菌功效比白色的大蒜来得更强 有时候我们去买大蒜的时候 会看到有些的大蒜皮很白 而且表面干干净净 一看吃量就很好 但是其实这种大蒜里面并没有特别多的营养价值 如果大蒜的表面有一些斑驳的紫色 这种更加的好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